我们刚刚有一个如果你要用格式化之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 方法二的话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format 有没有面加上点format 就是把这个字串里面套 把这个词套用这个字串的格式 用一个format的方法 也可以做格式化到小权第二位 另外方法三也可以用run的 run的括弧把那个里面最后的结果 面积的结果把它run的括弧起来 逗点二就取到小权第二位 所以方法很多种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看哪一种方法比较好记 看起来好像run的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 假设我现在是输入面 输入那个半径 他帮我算出面积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半径我不要自己填 我用run数产生好了 那run数呢我希望1到100之间 帮我随机帮我产生一个数 或者1到99来 不如此类的 那我要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今天要run数产生的话 那我们程式的话 这边可能要改写一下 原来这个a是输入的 有没有那你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请你先用input的方法 input什么呢 random 所以空一格打一个random random 这个random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请你把这个a把它注解掉 OK那我们把它改一下 a的来源的话 等于什么呢 乱数帮我产生喔 那怎么样乱数产生喔 这个还蛮好用的 以后乱数产生器 其实各位可以想想上乱数 像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大乐透开讲的模拟程式 有没有 不过这个可能回去想想看啦 乱数产生喔 那当然你要产生就是产生的数字放在list里面 因为大乐透规则是产生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7个号码 那数字一定是1到49之间开讲 你回去可以想想看 我们今天都讲到 只是你要把大乐透开讲程式写出来 怎么写 可以回去可以想想看喔 那这个random 引用它里面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random range 这个random range意思就是说 你要在哪些范围的数字内帮你产生 好那我们可以怎么 用那个开头1到 假设我要到99的话 你就是这边数理版 这个stop是到哪里结束 前面是stop 从哪个字开始 stop最后面那个stop这个 是意思说到100结束 可是它其实是跑12到99 所以它只会产生这个数字的前面 OK所以特别注意 记得就是说 这个是起始值 这个是结束的那个数字 加1啦 所以如果你是要1到99 这个要用100 如果你要到100的话 就是101啦 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说你希望呢 假如我希望是偶数的话 或者基数的话 那你可以逗点2就可以了 这个是中间间隔的意思 OK 那所以如果基数啦 假设这个1 再来就是3579 如果你输入2的话 那就是2680 OK一直到100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OK 所以假设我们再次跟各位多讲 然后这边把它拿掉 OK这样的话我们就程式写完 写完之后的话你把它执行 那我当然这边有一个print 我把这个我的A的部分也把它print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也比较知道说到底乱数帮我产生 假设它散事 那面积就多少 OK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这个还蛮重要的 如果以后呢 你希望在python里面呢 乱数帮你产生一个数字 并且输出的话 OK 那你也可以延伸出去 刚刚讲的大乐多开讲 规则应该都知道 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办法用那个random去写出一个模拟大乐多开讲的一个程式 应该OK吧 因为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讲过 开讲会需要7个号码 那我需要一个list 那你用一个list append append 那产生的号码的话 可能就是用刚刚那个random rain 不过好像有个地方还没讲到 就是for回圈 比如说你要跑7次的话 你可能需要一个for回圈重复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 如果你不会用回圈 那你可能要写7行 写7行也OK 只是可能写的行数比较多而已 最后呢 再把那个 就是模拟出来的那个号码 把它输出 如果输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最好是假如呢 你希望看到各位数字补0的话 比如说它是01号就01 一般是开讲是010203这样子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希望输出的数字 自动格式化成两码 这时候你可能要用format 刚刚我们有看到了吗 format主要就是帮你格式化 format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其实format这个方法 不是只有在Python 在那个VBA也叫format 这很多地方都一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讲的东西云端上全部都有 画面上我都有截取 另外的话今天的部分呢 也有把它录影下来 所以回去 假如那些细节部分呢 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请各位回去 一定要除了看之外 一定要动手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回去可以再预习一下 书里面有提到的 像那个什么呢 List List除了我们今天的那个append之外 还有别的 我建议你可以再试试看 那个List的其他用法 当然还有其他set 如果我觉得set用的比较少 还有什么triple也会用到 可是triple也用的比较少 它主要是维读 其他也可以再试试看 那我们重复 for回圈跟坏违圈还没讲到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会再来讲有关那个 for回圈的部分 跟坏违圈 那回圈呢 我想是程式撰写 比较复杂 而且比较困难的部分 但是却非常好用 因为你要让它重复执行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重复叙述的 这部分